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由冬野贵物的推理小说绑架游戏所改变的犯罪悬疑篇 又怪,温情提示,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左景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部主管 近期他为米卡特啤酒厂做了一个活动策划 但没想到他的方案竟被啤酒厂新上任的副总裁葛成被全盘否决了 左景才能出众,在广告策划方面得过很多奖 还从来没有客户否决过他的策划案 这次葛成让他产生了挫败感 晚上,左景在葛成住宅外面徘徊了一阵准备离开时 却目睹一妙龄女子由宅内翻墙而出 他猜测,这个女孩可能是葛成的女儿便一路跟了上去 女孩来到一家酒店,但此时已没有房间了 左景趁机上前搭讪 女孩以为他不怀好意准备跑开 但听到左景叫他葛成小姐后又停住了脚步 左景拿出自己的名片表示 他和女孩的爸爸在生意上有来往 女孩见左景并无恶意 便自我介绍到 自己叫葛成树里,是葛成的私生女 自从妈妈去世后,他就搬了和爸爸一起住 但他实在受不了后骂和妹妹葛成千春的盛气凌人 从而选择离家出走 左景听后给树里留了陷阱 并告诉他不要用信用卡 否则葛成很快就能找到他 谁料,树里看到左景要离开 竟无助地哭了起来 左景心一软便把树里带回自己的公寓,暂住一晚 半夜,树里毫无来由的提议 让左景绑架他 然后从他爸爸那里拿些钱,两人平分赎金 左景把树里的话当成玩笑,没有理会 只是埋头重新做策划案 然而,第二天,左景拿着新策划案来到公司时 上次就告诉他 啤酒厂的项目已经交给另外的同事来负责了 左景承受不了这样的失败 更是对葛成产生了恨意 他却练听从树里的建议 两人合眼一出绑架游戏来报复葛成 左景计划的绑架结果是这样的 昨晚,树里偷偷翻墙溜出来到俱乐部去玩 绑匪知道他喜欢晚上外出 所以等待时机将他请货 接着,左景把树里的一件衣服扔进了树里家的院子里 让准备通过邮件向葛成索要3亿日元的赎金 左景让树里考虑清楚 一旦发出邮件,便没有回头录了 要么他们如愿拿到钱 要么失败后被警察抓走 树里毫不犹豫地将邮件发送了出去 左景推测,葛成收到邮件后一定会报警 但他用的是免费的电子信箱 相信警察查不到住址 他还让葛成准备好钱后 以树里的名义 在古董娃娃影迷网站的BBS上发布讯息 相信情况更是无从差起 第二天,左景照常去上班 并时刻关注着BBS上的留言 不久后,葛成便以树里的名义发出了信息 但他要先确认树里的安全才支付树金 左景便把树里绑起来拍了一张照片 可这时,树里突然想起来 他之前有给一位朋友电话留过言 朋友外出度假了 他本来准备去朋友那里暂住一段时间的 左景一听决定取消绑架勒索的计划 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成功拿到了树金 到时候,警察一调查就得露馅 树里表示,他朋友住在郊区 而且他知道朋友家的备用钥匙放在什么地方 不如他们一起去朋友家把留言删掉 左景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处于谨慎,他租了一辆车 到达目的地后,树里让左景在车里等 他自己去朋友家里删留言 后一会儿,有位女士叫来了警察 希望左景把车子停到别处 左景本就不想引起警察的注意 急忙开走了车子 在看到树里出来后 又拉着树里朝别的街道走去 路上,左景看到这里有很多小宾馆 有了新主意,他让树里用宾馆的电话 给家里打电话,证明自己没事 从而误导警察的搜索方向 随后,莱安来到一处灯塔旁 谈起了各自的家人 树里似乎对左景产生了感情 死命地往上贴 二人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关系 这边,葛城接到树里的电话后 便约定了交赎金的时间 但左景要求地点由他来定 他准备了都部手机和变声器 让树里改变装扮后和他一起出发了 左景推测,警察肯定在前上做了记号 并装了追踪器 所以,他先让葛城太太带着钱开车离开家 再让葛城半路把钱搬到自己的车里 这样就可以摆脱装在葛城太太车里和身上的追踪器 接着,他又让葛城去银行 把钱全换成旧钞,装在三个纸箱里 然后赶往他指定的地点 安排好一切后 左景来到高层酒店,用望远镜观察 看葛城后面是否有警察跟着 在确定安全后 他让葛城把车子停在指定位置后离开 同时,左景冒充批球场总部的工作人员 为附近销售分部的经理打电话说 葛城副总裁在开车时突发疾病 被送进了医院 但副总裁车子后备箱里留会议要用的重要文件 所以想请分部经理去把文件送往指定的会议室 分部经理一听 那位副总裁笑老非常高兴 开车带着三个指向 又往左景指定的地方 左景和树里从房间出来走向酒店大厅时 树里指着正在大厅内发明片的黄毛说 那人认识他 被看到可能会暴露 左景快步走上前故意与黄毛搭话 让树里避开了黄毛的视线 左景提前赶到地方 看见分部行李把纸箱运了后 便打电话让他先行离开了 二人把纸箱里的献计放到行李箱中离开了现场 顺利拿到赎金后 也是左景和树里的分别之时 两人对好口供 想是从此要变回陌生人的关系 反而有些不舍 特别是树里还提出和左景私奔 冒着个弦 左景绑住树里的手蒙着他的眼睛 把他放了回去 直到现在一切都很完美很顺利 然而第二天 左景却看到了树里失踪未归的新闻报道 看到照片后 他才发现和他在一起的并不是真的树里 左景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找到一位记者朋友打听树里的失踪案 据朋友了解 树里之前遭到了绑架 但葛城没有报警 而是依照绑匪的要求支付了赎金 可是交了赎金后 树里却没有回去 所以现在才报了警 对于左景来说 更糟糕的是警方很快找到了树里的尸体 而发现尸体的地方 正是贾树里带他去过的灯塔旁 此时左景才意识到他被人利用了 晚上贾树里用钥匙打开了左景的房门 原来那天两人分别是 贾树里还给左景的钥匙是假的 不过左景已经猜出对方的真实身份 应该是葛城千春 并怀疑是千春杀死了树里 然后栽赃家伙给了他 千春没有辩驳 但他不是故意要杀死树里的 那天晚上 他看到树里在吸毒便进行阻止 树里拿着一把剪刀朝他扑过来 然而拉扯剑 不小心误杀了树里 其实 那天在酒店大厅建造的黄毛 是树里的男朋友 树里就是认识了黄毛后才染上了毒品 并在黄毛的缩食下 骗爸爸的钱 千春误杀了树里后很害怕 就翻枪逃了出来 当晚 左景认出他是葛城的女儿后 他借口去洗手间给爸爸打电话 说明了整个事情经过 葛城一场冷静 马上想到了一个计划 来保护自己仅剩的女儿 他让千春冒用树里的名字 然后唆使左景玩绑架游戏 从而造成 树里是遭到左景绑架被杀的假象 左景自以为聪明 不料早就落进了对方设好的圈套中 他不相信千春对他的感情也是假的 千春曾希望左景拿到赎金后 带着他远走高飞 但千春却表示 一切都是谎言 如果左景真的愿意带他走 那他在爱情游戏里就获胜了 说着他递给左景一杯红酒 左景一眼而尽后说 如果他被警察抓了 他会说出一切真相的 可惜为时已晚 千春在他的酒里下了药 随后千春去橱柜 取回装着钱的行李箱 让他没想到的是 左景把自己的那一半赎金也给了他 和钱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把小铲子 因为他曾说过 等拿到赎金后 想去澳大利亚淘金 这样千春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 左景在电话铃声中醒来 原来他并没有死 葛城约他见了面 并表示 他们在酒里放的只是安眠药 为的是方便彻底清楚 千春留在他公寓里的指纹和一切痕迹 葛城之所以选择左景做替罪羊 是看中了左景的聪明 这样他的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唯一让他们预料到的是 千春竟然爱上了左景 但他是不会让千春自作主张的 这是左景看到了那位 找警察来让他挪吃的女士 原来他是葛城的妻子 目的是故意让警察看到 左景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 虽然葛城老奸巨华步步为营 但左景也不甘心就此认输 他给千春打电话表示 他准备他到国外去 并且订好了明天去悉尼的机票 千春的那张他放在了机场柜台 要不要和他一起走 让千春自己决定 千春是欺骗了左景 但他无法欺骗自己对左景的感情 经过一夜的考虑 第二天他来到机场 要和左景一起离开 左景远远看见千春去拿机票时 悄悄离开了 然后给千春发短信说 他有事耽搁了 让千春先走 但他会去的 并让千春关机 以免被发现他们私奔 紧接着 左景给葛成打去电话表示 他又挂了千春 葛成立马联系女儿 果然打不通 接着 左景把之前拍的 没用上的那张照片 发给了葛成 葛成一看信以为真 左景让他下午三点 把三千万日远 送到山顶酒店 909号房 千春这边 因为天气原因 航班延误了 他打开手机 想联系左景 在接到爸爸的电话后 才知道左景骗了他 于是急忙坐车 赶往山顶酒店 左景在走廊 看到千春后愣了一下 按照他的计划 这个时候千春应该在飞机上了 但问题不大 两人各骗对方一次 互不相欠 与此同时 葛成带着警察 来到909房门外 谁料 开门的竟是黄毛 黄毛叫嚷着 是有人叫他来这里等钱的 这时 警察又从房间里 搜出了好几部手机和变声器 黄毛只喊怨 但警察还是把他立为 杀害树里的重要嫌疑犯 抓走了 葛成一回头 看见了对面走廊的左景和千春 左景成功把黄毛这个混混 设计成了替罪羊 左景手里的信封掉在了地上 里面是一张机票 原来左景没有骗的 是真的要跟他一起去稀泥的 虽然他们相互说了很多谎言 但二人之间的感情却是真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老丈人亲眼目睹 可是第二天左景醒来 却收得了千春的一条视频留言 千春表示 不管怎样都无法改变 是他杀死了树里的事实 而他越是幸福 越感到罪恶深重 所以他决定离开自己最深爱的人 算是对自己最残酷的惩罚 左景看过视频 皎洁一笑 说到游戏结束 这一笑就笑得让我很不舒服 互相算计的谋划 埋藏在层层还原里的爱情 难道真的只是一场游戏吗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